一死一傷 從民眾拍下的畫面 可以看到整座大橋 橋面是猛烈燃燒 博士是一發不可收拾 更竄出了陣陣濃煙 就在當地時間週五 中午的時候 一輛油罐車跟小客車 發生了車禍翻譜 導致了有超過 8000公升的家用燃油外泄 油罐車駕駛是傷重不治 而小客車駕駛受傷送醫 儘管後來火事是順利的撲滅了 但是交通運輸部 還是得派員來檢查 橋樑結構受損的狀況 才能夠重新開放同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